我们自己演唱会都没有一连连八个小时的舞 没有停耶 真的没停耶 没停吧 没有 对啊 时间很多 就是移工的时间准备的时间很多 一年一度的火爆综艺浪姐三如约而至 从第一期王心灵带着爱你出场开始 浪姐三的热度也跟着水涨船高 上了岁数的王心灵男孩纷纷踊跃出圈 争先恐后模仿王心灵在舞台上蹦蹦跳跳的样子 一手塑造了王心灵的现象级爆火 而王心灵昨日在微博发文笑说 很多朋友都在叫我不要晚睡 不要心情不好 你们根本不是王心灵男孩女孩 你们是王心灵妈妈吧 王心灵说 自己演唱会都没有这样一连练习八个小时 中间还没有停歇 医工的准备时间很短 说是有一个礼拜 但根本没有 只有四五天 所以在一个蛮紧迫的时间 要把算是复杂的舞蹈给完成 需要花时间去练习 王心灵还分享自己在第一次公演前的影片 现在十一点四十三分 我们三点半开始电舞到现在 所以八个小时 我们自己演唱会都没有一连练八个小时的舞 没有停耶 真的没停耶 没停吧 没有 对啊 时间很短 就是移工的时间 准备的时间很短 说是说有一个礼拜 其实根本没有 因为实际上大概只有四五天 然后到今天这样也还没有把所有的舞 全部都给移出来 所以是一个很紧迫的一个时间 要把这个算是蛮复杂的一首俏轮歌给完成 这样 所以就很需要花时间这样子去练 对 然后到今天这样 演七七八八吧 有吗 我就好像还不到七七八八 哈哈哈 因为那个编舞的老师还有两段 两段的东西没有确定下来 然后扣掉两段的东西七七八八 所以东扣西减大概就是五五六六了 尽管最后他所属的纳英战队败北 导致队员吴莫愁黄小蕾被淘汰 让王心凌在后台忍不住泪 但他在文中也表示 约好了每一次面对挑战都要一样努力认真 不过大陆业者却嗅到商机 竟在五月底就抢先注册商标王心凌男孩 分类为化妆品 而该商标目前仍是注册申请中 对此大陆网友也纷纷笑说 这个商标也能抢厉害 真的是太搞笑了 商业嗅觉太灵敏了 火了肯定会有抢注的 而有部分网友不买单 炮轰注册商标的人可真是见缝插针 真的太会蹭热度了 这真的能赚钱吗 应该会被驳回的 什么热度大就抢注什么 这些人说白了就是没本事创造呀 靠别人的影响来达到自己的利益 这种爱抢注商标的 喜欢带人家名字的好烦 注册商标这一块真是无限蹭热度 无语这也能蹭 真的好会蹭 在王心凌爆火的背后 芒果也迅速拿捏了流量密码 即使第二期节目再无聊 观众还是乐此不疲的 在节目里开始找王心凌镜头 可以这样说 王心凌凭借一己之力 带动了整个节目的收视率 而随着第三期节目的播出 也终于等到了姐姐们的一工舞台 本以为会跟浪姐一一样 看到各种神仙打架的名场面 结果却口碑大翻车 浪姐三一工难看火速登上热搜 豆瓣评论区也出现了观众大片大片的吐槽声 有网友直言 对不起 我气了 浪姐三逐渐朝向越来越离谱的方向发展 导演真有你的 和谐营业 舞台敷衍 回想当年浪姐一 之所以成为现象级爆款综艺 一是因为开创了先河 第二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每个姐姐都努力刻苦 不眠不休的训练 互相之间名正暗斗 害怕被别的姐姐比下去的同时 也呈现出最佳的舞台效果 的确如此 浪姐一里从姐姐们的初舞台开始 再到后来的每次公演 都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像黄胜一 宜能静和张萌的后妈茶话会 张雨琪的粉红色的回忆等等 现在想起来仍然记忆犹新 而反观浪姐三 虽然想复刻浪姐一那样 激烈厮杀的场面 但却逐渐跑偏 每位姐姐和谐营业 互相吹捧 毫无竞争意识 仿佛就是来打工 社交而已 网友也直接发言 和谐团建是节目扑接的开始 第二期节目的时候 姐姐们上来就开始团建 没有一点竞争氛围 聊聊家长里短 建立友情关系 说好的乘风破浪呢 说好的展现舞台魅力呢 就这 节目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纳英训练之余抽出时间打麻将 吴莫愁在团建上放出自己征婚广告 还有谢纳Q黄小蕾无数次相亲的事 明明应该是竞争的舞台 却硬生生打造成了奇乐融融的社交所 除了无聊还是无聊 不仅如此 相比于《浪姐一》的舞台公演 《浪姐三》的舞台从头到尾都透露出敷衍两个字 即使是王心灵的舞台 弹幕上仍然是满屏的 有点尬 然而尬的不只是王心灵这一组 阿萨 郑秀妍这一组也是 虽然灯光秀得很漂亮 但看起来就是很尴尬 感觉是为了应付交差 上台凑合演了一下而已 很多人表示 《浪姐三》不仅选曲编舞编曲水平 也全方面降低 而且形势大过于内容 没有拍出姐姐们备战的激烈感 在讨论设计编舞的时候 除了于文文那组提出 想要加上乐器独奏之外 其他姐姐都是听之认之 完全就是提现木偶 就是你让我演什么 我就演什么 全程应付了事 赵英子拿凡人剧本 是真性情还是情商低 为了增加节目看点 给足观众讨论度 《浪姐》系列基本上每一季 都会出现一个或者两个 拿凡人剧本的姐姐 比如第一季狼姓的蓝莹莹 第二季让容祖儿哭着道歉的陈小云 这个屡试不爽的套路 也直接被搬到了浪姐三的舞台 而拿到凡人剧本的是谁呢 第一期毫无疑问 就是于文文 拽姐 我不做美甲 我不是女人 这些言论已经不想再多赘述了 可到了第二期第三期 于文文人设大逆转 实力过硬 尊重组员 积极帮助张力和王子玄 争取玩乐器的机会 口碑大反转 只能说于文文这波翻身仗 打得漂亮 虽然于文文路人员回暖 但有一位姐姐的口碑 却要一路崩到底了 那就是出舞台给自己唱哭了的赵英子了 豆瓣评论区 网友直接给出 赵英子真的是很烦的评论 那我们就来聊一聊 这位姐姐都干了些什么 第二期节目 姐姐们搞团建 认错阿娇 拿错假花 用实际行动向观众证明了 世界上确实有争眼瞎这种物种 不过这都是赵英子 所有迷之操作的一小部分而已 更让人抓马的还在后面 阿娇在排练的时候对赵英子说 你的眼神是不是太死板了 虽然赵英子也说了一些反驳的话 但也勉强接受了阿娇的意见 然后在回城的车上 赵英子突然就对着阿娇说 阿娇姐 你平时跟朋友说话也这样吗 这样只给的方式 好家伙 一句话直接给阿娇整不会了 还好宁静在旁边解围 两人拥抱和解 但观众却没办法跟赵英子和解 这不明摆了欺负人吗 明显看着下菜碟呀 如果给出意见的是宁静 赵英子还会说出这种让人尴尬的话吗 姐姐们玩真心话大冒险 赵英子上来就问 上次和喜欢的人亲亲是什么时候 拜托 大家很熟吗 真不知道是真性情 还是纯纯的情商低呢 其实不仅在节目里 赵英子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操作也不少 用网友的话来说就是把我想红写在了脸上 甚至直接出了一个赵英子说话尴尬有利于活动脚趾 可不管网上的网友和观众怎么评论 但不可否认的是赵英子确实赚足了话题和热度 成为了浪姐三里除了王心灵之外 给观众印象最深的姐姐 不过要知道的是 无底线的炒作蹭热度是没用的 只有用作品傍身 用实力说话才是硬道理 也希望赵英子能早日明白这些道理 给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 那么你觉得浪姐三怎么样呢 好